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何让观众赛后买账成了最大的问题 但是站在比赛的角度来看 这其实相当的无趣 不说山一纯一定夺冠 至少她是不合党的 镜头已经是让节目提前有了结果了 就连谢霆锋都强调 很多的选手都沦为了陪衬 然而山一纯毕竟还没有达到无敌的质疼度 她能够闯到这里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因素 她能够闯到这里 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因素 比如说关键时刻 立春战队抬了一手 否则很有可能在这一次18禁9的环节里 山一纯就要被斩马落下了 不得不说 谢霆锋作为导师真的是很善于排兵布阵 从以往的几次节目就不难看出 她是一个很有想法 而且眼光独当的人物 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局面暗藏的玄机 并且利用手中的牌强妙地处理 而根据节目播出的情况来看 谢霆锋在19禁8的时候 就已经明确强调了 如果不能够尽快地PK掉山一纯的话 后续将不会有人再能够阻挡她登顶 于是谢霆锋开始尝试在山一纯有点感冒 且选取不讨好的节点 让傅信尧拿一手攻击性很强的 Yellow去挑战 这一招真的很绝 单从傅信尧这一轮的表现来看 如果顺利地对上山一纯 获胜的机会非常大 禁忌类的歌曲在比赛场上确实吃香 如果排除掉节目组力保山一纯的说法 那么两个人之间恐怕是得四六开了 但想要完成这一次的杀局 就有个很重要的前提 那就是马路必须选择和马兴一PK 然后她再将高瑞封印指留下山一纯 如此一来傅信尧就必然是可以选中山一纯了 为此谢霆锋甚至提前和李宇纯打好了招呼 将安排尽有可能做到最充分 但抛开傅信尧和山一纯碰上的胜负不谈吧 让谢霆锋万万没想到的是李宇纯战队临时反悔 没有让马路选择马兴 而是去挑了李进战队成员 最后更是抽到了山一纯进行PK 彻底打乱了谢霆锋的计划 自此马路和山一纯的胜负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唯一有可能在这轮平静舞台 震慑山一纯的夫妻鸟 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巅峰对决的机会 首先很佩服谢霆锋的眼光 能够在18禁9的阶段就意识到了问题 而且能够找出最强的对手制定针对的策略 这份果断和心思是非常了不起的 其次也很感慨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 为了打败山一纯 谢霆锋不惜搭现其他的战队布下了杀局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而关于这个事也不能够怪李宇春 身为导师他的主要职责是保证选手晋级 马路挑选马心一的胜算 其实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 但是他挑礼剑战队 如果是抽到高锐的话 那么晋级的概率则会非常的高了 要知道此前礼剑战队已经晋级了好几位选手了 按照名额分布来看 除了高锐和山一纯最多只能够再晋级一个 但很显然这个名额是留给山一纯的 高锐从最开始就已经成为了弃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 李宇春把选择全交给了马路 一来避免了谢霆锋的发难 二来也是可以避免 因为自己的决定导致选手措施晋级的机会 或许冠军对李宇春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 如何保住自己战队的人 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展示机会 才是首要的任务 如今放出大张 父亲不仅没能够对上状态不好的山一纯 反而还因为三选高锐路人员崩盘 后续已经完全失去了竞争力 目前能够抵挡住山一纯的人 珍惜不多了 五强名单曝光之后外界的呼声音片 也说明网友确实更看好的就是山一纯了 在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问题 想要得到大家的反馈 为什么都这么看好山一纯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山一纯满足了 好声音最原始的标准 它是真正能够唱进人心里面的中国好声音 而非山一纯说单纯的炫技啊 卖踩啊走人士的套路型的歌手 节目这些年呢质量是接连的下滑 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找不到 类似于山一纯这样的选手 如今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自然的 而且如明星般璀璨的不知道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另外10月30号晚经过两场激烈的比拼 中国好声音18禁酒的比赛正式结束了 全国九强也正式诞生 他们分别是对于18禁酒的这场比赛 其实整个过程是非常充满争议的 很多选手的胜负结果都是备受关注质疑 被淘汰的选手呢也有特别可惜的 以晋级的呢也有被吐槽不配的 我们结合了网上各方的综合评论 得出了淘汰谁最可惜 晋级谁最不配的答案 下面我们来具体聊聊 被淘汰的谁最可惜呢 提名赵子花和高瑞 赵子花是被苏伟淘汰出局的 这场比赛赵子花带来的歌曲是 走心的原创霸得在哪里 而苏伟带来的是一首十分美妙的台 最终呢比分是22比29 虽然苏伟这场赢得也是没毛病 但赵子花18禁酒被淘汰是极为可惜的 作为一名原创型的歌手 这个赵子花明显是高出于其他的 几位一个层次的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赵子花已经是一名成熟的 专业创作歌手了 而不是所谓的学员 这样因为重量级的实力派 能够进入到九强 对观众来说是非常遗憾的 除了赵子花18禁酒被淘汰的 最为可惜的另外一个选手呢 就是高瑞了 首先高瑞实力呢是慕容置疑的嘛 同时高瑞也是本季人气最高的选严之一 实力有目共睹同时 高瑞的运气呢就特别不好 绑血的时候败给了傅信尧 没有想到啊 自此以后两个人就成了死对头 最终高瑞遭遇到了三连败的结果 傅信尧的实力不可否认 但是高瑞也并不差嘛 或许只是投票评使得 审美更偏向于傅信尧罢了 而傅信尧呢 虽然赢得了比赛 但是也为自己招黑无数呀 高瑞虽然被淘汰了 但是却得到了无数观众的认可 晋级的谁最不配呢 提名半马三菱和贾一腾 首先我们先说说半马三菱为何不配晋级九强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他们的对手马迪纳都曼 明显表现得更好 当时呢 半马四菱也唱的是一首 都是你嗨的 马迪纳都曼也唱的是一首 Hello 最终呢 半马四菱以33比18战胜了 马迪纳都曼 对这场比赛的胜负结果呢 网络上八成以上的观众 都是持质疑态度的 从节目中的具体表现来看 显然 马迪纳都曼是赢了的 这次评审呢 大概是为了避免 这个李荣浩战队后期团命 因此才保 半马四菱晋级的 而表现明明更加出彩的 马迪纳都曼呢 却变成了炮灰 对于半马四菱晋级九强 究竟配不配 我们来看看网络上面 清一色的吐槽 质疑声就明白不过了 观众的眼睛呢 是雪亮的 通过这期网络的评论 我们可以肯坚定认为 半马四菱是不配 晋级九强的 这场比赛经纪的人呢 应该算是 马迪纳都曼才是 而除了半马四菱呢 另一位不配 晋级九强的学员是贾一腾 各式写来写去 都是同一个主题 潜词造句 几乎可以说是 小学生的水平 虽然贾一腾是 八菱九的对手 马迪一发挥失误了 被淘汰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对于贾一腾 自己九强网友们 却依然是极为不满 我们可以看到了 在中国好声音 官方微博的评论区里面 无数的观众都在 吐槽的贾一腾 甚至有网友直言 贾一腾是九强中 水平最次的一位 看到云上水平 如此差劲的贾一腾 都能够晋级到九强 我们再次为被淘汰的 赵子花感到深深的惋惜 也明白了好声音 底赛的弊端所在 名次显然并不等于水平 以上便是本期好声音 18-9被淘汰的 谁最可惜 以晋级的 谁最不配的具体答案 如有意义 欢迎评论区继续讨论 吃光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